北港町建国国中劳区校舍在今天进行贴族中间当党电力 劳区的校舍因为地势较急 只要落后常常都会造成淫水 加上年旧的关系建筑部的不断出现必须 也还有劳区的状况发生 因此分领管政府是会教育部 进出1.5亿的经费来中间 替学生带做一个安全有个随时的合适环境 为了可以让学生一个安全有个随时的合适环境 北港町建国国中劳区校舍就要进行中间的港町 今天观众李静庸要特别来参加当党电力 我们为了提供给我们小朋友们 更安全舒适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经过县政府向教育部来争取这个重建的经费 终于获得教育部的核定 总经费达到1亿5千多万 这是一个庞大的功证 我们非常感谢跟第一场的文艺团 请车号为3482D9的车主 银色叫车的车主 现在可以麻烦您先来进行 因为地势比较低 整个合途楼只要路后常常来喝水 各途楼因为年旧的关系 又常常出现必须和流水的问题 影响到核心的安慰 建国国中在我们北港地区 也是算一间指标线的一款国中 学生数也是很多 但是学生都生活在这种危险的建筑物来上课 师生都会胆战心间 他总是通到我们所理工委员李津荣团庁 通意的合作以及校方 正式以今天来动工 身为一个建国国中母校的校友 与友隆烟 建国中校长的表 kan 这次当中 没有有信号下的中间 他在学校里面租金官的地方店 不可以永远帮这饮水 再来美化好行 明亮的教室 以及因为我们特别规划 就是让教室能够自动的采光跟通风 所以也可以减少电费的使用 那在整个视觉上 我们建国国中会变成是一个公园 我们潜艇有制红尺 有圆环有老树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北港区的居民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觉环境 建国国中的中建工程 以及将会在明年12月底来完工 到时就会让提供给全校的苏星 更加安全 更加允许的合适环境 既然同意 敞报道